花了400回收来的一台打游戏非常流畅的苹果手机 128G的大内存 是一台纯原装的机器 它就是iPhone 7 Plus 一个非常经典的iOS 1306的这么一个老版本的这么一个系统 搭配上它这个A10的处理器 日常使用还是十分流畅的 咱们经常玩的吃鸡或者玩者人 这类型的大型游戏也是能够非常顺畅的去运行的 这台机器的话 它是一个卡贴移动连通的这么一个网络 不支持电信 手机的话一个原装的电池 81%的这么一个电池效率 我给大家测了一下 正常使用一天一重没有任何问题 5.5英寸的这么一个屏幕 加上这个经典的后目键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外观 后置1200万的这么一个双色拍摄的话 我感觉当做主力机型的使用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晰 苹果的拍摄还是一如既往的牛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非常清晰啊 掌纹清晰可见 这台机器的话 外观的话就有一点伊达克的这么一个橙色 大家没有看到 只能去带它去使用呢 但是这个价格还有什么飞机 对不对 卡贴移动连通两网的这么一个网络 手机的话其他没有任何问题 在400这个价位 它应该是无敌手的这么一个存在的吧 我说的是重运转的机器 我说的是重运转的机器 我说的是重运转的机器